五七天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時光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要觀察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時光覺得 這是可能是葉倫任內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演講 而這個演講 也不只是葉倫任內 他對於全球央行 對於指標的態度 在昨天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 關鍵的轉折 那主要這個演講 是在昨天發生 在克里夫蘭的 美國商業經濟的協會 他的題目是 通膨不確定性跟貨幣政策 我們介紹從他的這個演說當中 他明確的表達 對於整個通膨的指標跟目標 似乎產生了一些偏差 而這個態度顯示的 可能代表是FED 就算在美國景氣下滑的過程當中 仍然有非常大的升息空間 甚至對於QE說表的態度 變成極為鷹派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等一下花很多時間來解讀 因為葉倫這一次的解讀 它不僅是市場性的影響 不僅是官方政策性的改變 甚至具有一個非常高度的 學術性指導地位 所以我們特別把昨天 他這樣演說 我們來做一個解讀跟觀察 到底葉倫對於整個 全球的貨幣政策 產生了什麼樣的困境 跟什麼樣的疑惑 他又準備提出什麼樣的方案 目前方案是沒有 來做一個解讀 當然這直接就連結到了美元 我們看今天從這個葉倫講完話之後 這個美元做直升機開始爆充 到今天亞洲盤的下午 這個美元的漲幅快速的擴大 代表的歐元英鎊日元 在今天亞洲的下午盤 似乎都有一點點崩跌的味道 所以也激勵了歐洲股市的開高 因為歐元重變 使得整個德股市受到了外匯的刺激 跟外貿上的刺激 所以整個美元的牛熊反轉 是不是這個時間點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要試圖從美元的變化 從葉倫的講話 抓出一個美元的關鍵轉折 同樣我們要看到 這個VIX 就是美國的隱含波動率 一般我們俗稱的恐慌指標 在本週也爆出了巨量 整個對於美國的VIX的一個波動率 多空的籌碼全部all in 到底這個情況 在過去歷史當中曾經發生過兩次 這一次是第三次 過去兩次 VIX的波動率爆出巨量不打緊 多空同時全力壓住 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再看到美國股市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到我們的形態大師 蔡生 蔡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我們資生財記者 丁萬民 五七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